三十七隻被藥的狗 七具是狗絲 二百合為移受管制的第一類毒藥 為何狗倉會有狗藥呢? 爽報其實跟了他們幾個月 據藥狗基地,是通菜街這間草物店 老闆是姓柯的兩兄弟 粒頭套的就是大佬豪哥 有錢員工拍片向我們爆料 環境不止差 每天都有人私底下幫狗仔打針 判這些疑似大陸藥 他還親眼見過,收鋪之後 老闆幫貴婦打麻醉針 麻醉針打完後,大約震了一分幾兩分鐘 之後我就看著他用把剪刀 準備和狗拿回晶片出來 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殘忍 為何要拿回晶片? 案內人爆料說,豪哥一直在佛山入貨 多數都是病狗 4-6塊水入,回到香港就賣貴幾千元 晶片就是打到大陸狗那裡 當本地狗賣 想病狗精神一點? 連猛仔針都打完 這位苦主就中了招了 買隻貴婦走的時候 初時有點鼻水,身有濕 不於無奈,我們要帶牠去看獸醫 然後獸醫跟我們說 牠有重感冒,牠腸胃好像發炎一樣 第二次再去看獸醫 獸醫跟我們說 我們初步懷疑牠被人打了猛仔針 最後狗仔要安樂死 店員約牠簽保密協議才肯退錢 專家說大部份動物藥都在澳洲入口 還要藥獸醫廚方,寫命用途 原來老闆上年5月 在基隆街開過掃物店 抽了朵才搬過來 但繼續漸招百出 在網上聲稱領養服務 押客落舖體 通常人客來到 就說那隻狗仔剛剛被人領養了 我們現在剛剛有其他狗仔可以給你選擇 到了這個地步 當然去找老闆對質 我想問有牠投訴你 就是餵藥給那些狗 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事 沒有 為什麼你們會有注射劑 這個也是我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如果有人有心去整個公司 你可以什麼都會有 連賣牠,兩男一女的負責人 暫時保釋後茶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 我還可以給你 你